Let's go! 楊大公 哈囉大家好 我是淑潔 現在的地方是東京巨蛋 挑戰我人生第一次來看東京巨蛋的棒球賽 這次今天是東京巨人隊 對上廣島鯉魚隊 據說他們算是世仇的隊伍 所以今天這場真的是非常精彩 但我今天最主要來這邊的是 支持自己人隊的 楊大公 哈囉還特別去買了毛巾 對非常非常開心 而且他今天也有上場比賽喔 那我覺得我本人就是看球賽非常非常地在在 希望能夠突破一下紀錄 之前在看世主的時候 就已經應驗了這件事情 今天呢我現在看到是第二局上半 但是在第一局上半呢 狂島鯉魚隊就已經得了三分 轟了一隻拳雷打 不要這樣 我也想要熱情的加油啊 我還買了這個 加油棒 好啊希望今天呢可以笑著離開棒球場喔 好可惜 好可惜 OK 好可惜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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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完球賽了 然後要來跟大家報告一下 最後我們以10比5 輸了 哇 可是其實還蠻開心的 因為我覺得看了現場報球賽就是 會跟旁邊的觀眾一起產生連結 我們前面剛好坐了一批校棒櫃的人 然後所以那些小孩子大概9歲10歲都很high 而且超會應援 然後就會教我們下一個人的名字要怎麼唸 隔壁的媽媽呢請看VCR 超級high 尤其在最後九局下半的時候呢 楊帶剛剛轟出了一支安打獲得了兩分 最後 他上壘之後呢 也別人打了安打之後 他也上分 然後我就這樣 好開心喔 超high 所以該應援的也有應援到 然後該看到的全壘打整場總共有四支 所以其實今天算是還蠻值回標價的 是 是的我不死機 我又來了東京巨蛋第二次了 希望可以一掃前面的陰霾 希望可以一掃前面的陰霾 那我真的要說我才剛settle down好坐下來 對方就轟了一支全壘打 今天要笑著離開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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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呢來到了第四局的部分 目前現在是2比1 那我覺得坐在這一區很high的部分 在應援席跟坐在上面 我前兩天就坐在這個最上面的位子 完全感覺是不一樣的 在這邊非常有爭域感 然後終於可以清楚的聽到 每一個人的應援歌 應援詞是什麼 然後可以跟著一起加油 然後一起加油 的感覺 非常有參與感 即使有時候他們唱的歌詞 其實不太知道在做什麼 然後離球場的人其實還滿靜的 這邊所有的人幾乎都有自己的加油棒 然後每一個人的應援的毛巾都有 所以跟在上面的感覺比較不相同 上面的人比較冷靜 當然也是有瘋狂的 可是在這邊的話瘋狂應該佔百分之八十 所以很推薦大家如果之後有機會選擇的話 我覺得可以盡量選擇應援席這邊 會更有參與感 是完全不同的體驗喔 現在來到了八局下半 然後現在是一二雷有人 廣島對上呢 東京巨人隊 現在是三比二 我們落後一分 現在是兩出局了 所以現在這個人又很關鍵 GET IT OUT GET IT OUT 兩毫兩壞 三挖兩壞 三挖兩壞 九局上的時候 對方突然推出了四分 但是這一次還是很開心 雖然 楊大剛出完這次不是尖發 可是中間又有代打了一次 而且就提出了安打喔 所以還算是一個非常開心的一次 可以來這邊東京巨蛋看棒球賽 希望下次有機會來 然後支持 贏的那一隊 趕快破除 反球賽指標這件事情 希望下次可以更幸運的來看球賽 然後大家一起來 享受在球賽裡面的感覺囉 那這一次其實我坐在的地方 是比較偏向他們的應援區 所以很High 旁邊所有人都會站起來 一起加油 然後還會一起唱應援歌 那另外上次在上面的時候 我覺得是因為有遇到很不錯的觀賽觀眾 然後跟我們一起感受不一樣的感覺 而且在上面看得很清楚 全場看下來的整個球賽狀況 他們看得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兩個位置都有差異囉 希望大家下次來 所以可以選擇自己喜歡的位置 如果你喜歡這一次的影片的話呢 記得要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開啟小鈴鐺 Facebook IG 也可以找到我 突結一起迷路旅行 掰掰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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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